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又以爱情剧要播了? 网传将于5月31日上线,龚俊主演,全员高颜值! 都市爱情剧,一直是很多年轻观众的最爱,像刚刚完结的你给我的喜欢! 就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,撒糖不断的爱情戏,总能让人拥有好心情! 随着你给我的喜欢的完结,不少观众都担心剧荒了! 不用担心,又有一部爱情剧即将要开播了! 网传,又有一部都市爱情题材的电视剧即将于5月31日正式上线,这部新剧就是我要逆风趣! 与多数小田剧不同的是,这部爱情剧已职场,商战位主线,爱情与亲情是本剧的副线! 这部剧讲述的是精明的投资人徐思雨落魄附加千金江湖携手创业,收获爱情的传奇故事! 女主人公江湖,原本是天之娇女,国服服装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女! 家世显贵,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父亲的企业突然面临破产! 在外的江湖不得不回来,处理企业的各种危机,他的生活也从一夜之间跌落到了谷底! 江湖不愿父亲打拼的事业富之东流,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企业,从而结识了投资人徐思! 投资人徐思,颇有事业野心,从香港投行辞职后回到了内地投资公司发展! 一心想要做出成绩的他,将目光看向了即将破产的藤月! 藤月其实就是江湖父亲的企业,两人都对藤月势在必得! 却因不同的商业理念,从而导致两人各种不对付! 两人暗中多次周旋较量,甚至两人还立下了存亡生死器! 然而却在接触中,两人看到了彼此身上的闪光点,从而爱上了彼此! 最终两人合力保住了藤月,在暗藏玄机的商战中! 两人从敌对到战友再到爱人,谱写了一段励志商战传奇! 这部剧的设定还是蛮不错的,都市爱情加职场商战! 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胃口,由龚俊、钟楚希两位演员搭档出演! 龚俊饰演事业野心勃勃的投资人徐思,钟楚希饰演执拗正直的一根金江湖! 单从颜值上来看,简直是视觉盛宴! 除了两位主演之外,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不错,有吴轩宜、魏哲明、高志廷、叶青等年轻演员! 也有张晨光、高曙光、温真荣、萨日娜、刘佩琪、董璇等老牌艺人! 众星云集,阵容强大,报款预定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